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还可以 糖化血红蛋白是个6.1 说明最近三个月的血糖控制水平还不错 因为这个指导表示的就是你最近三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状态 但是呢今天咱们来出的这个血 控制是个7.9 控制的不好 咱们就要去追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比如说昨天的晚餐吃的是不是合适呢 有没有休息好呢 或者是说有没有夜间的低血糖呢 这个都要考虑进去 那你现在觉得是你自身的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是吃多了 你昨天晚餐是怎么吃的 是个荞麦白面包裹面蒸的馒头 二两 二两 二两一个馒头我自己蒸的 熟食是二两 蒸熟的 然后我又吃了一两边包裹面的面条 那这就不合适了 首先呢你看咱们控制血糖膏啊 有好几个原因我刚刚也提过 这个药物的量够不够 然后晚餐的合不合适 然后有没有低血糖发生的可能 首先呢通过刚刚我们给你的交流 有发现你的这个餐厚 空腹高的话 还是你昨天晚餐吃的不合适 多了 对多了 一般咱们饮食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啊 通俗的讲叫 皇帝的早餐 平民的中餐 赖的晚餐 这个话你是听说过的 为他这么说呢 晚餐吃的清淡一点 但是咱们不要求走几段 不要吃主食什么的 没有这个啊 咱们晚上的主食量 大概就是一二两就可以了 二两就够了 而且你吃的算是混合餐了 又有馒头又有面条 你的胰岛功能它抵不过你这样子去进食 而且你还吃了副食菜啊什么的 因为你晚餐后的血糖高了 你第二天早上空腹就带高了 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你看你的糖化血红蛋白还不错 达标的 因为咱们糖化血红蛋白 糖尿病的患者 咱们要求控制到7%以下 就算是你控制的不错 有些人合并症多了 我们控制到7.5%都算是还达标的 你6.1%的话说明是不错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